好 轉換焦點的看到也是社會的消息 也就是台中一名25歲的男子 他11號上午到台中高分院來停停 而疑似不滿台中三師案主嫌 陳宏佳跟一審豁免死 而傍晚就在高分院外來自殘 在紀錄法庭大廳內來抗議 警消貨報到場後 他向警方開罵 陳男士畜生 口龍法官怎麼會這樣判 男子先開上衣 露出腹部的傷痕 鮮血直流 他回到自殘 竟是因為不滿法官判決 陳先生你為什麼要殺害他們五指三人 為什麼那麼狠心 狠心殺害妻子和親生雙胞胎兒的陳嘉宏 近日更一審被台中高分院 從死刑改判為無期徒刑 而這名25歲的男大生 當天去旁廳 疑似不滿判決結果 竟直接在高分院外 拿出美工刀劃傷肚子 在走進法庭大庭抗議 目擊民眾表示 男大生的衣服上沾了大片血跡 腹部也有一條長長的血痕 警方破包套床後 男大生還不停狂罵 陳嘉宏是臭身 恐龍法官怎麼這樣判 一方法警和民眾紛紛勸男大生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麼激動 他才平靜的回應 刀子在右邊口袋 警方調查證明男大生 與台中三屍案並無關聯 也並非法律系 研判只是關注此案的學生 男大生並無傷人的意圖 治療後已經無生命危險 同樣也是嗆法官 還有這一位陳知漢館長 因為最近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台中是不是有經營他的這個 陳吉思漢健身房嗎 那麼有一名31歲的靈性男子 他一次到這個健身房來面試 結果失敗了沒有錄取 於是他在學日晚間 就開著朋友租來的小貨車 衝撞了健身房的大門 而警方依照毀損 還有恐嚇殺人未遂等罪嫌 將他移送台中地檢署 那麼館長就表示 希望法官可以重判臨難 否則如果判個毀損罪的話 不用關賠錢就可以拍拍 屁股走人 最後他甚至開嗆說 放出來的話 如果他在撞 我就找你法官輸贏 我覺得法官應該要重判這個人 如果要判一個毀損罪那好笑 毀損罪又不用關賠賠錢 他就可以屁股拍一拍 以後全台灣都來撞 什麼都是 大家都飛車了啊 是飛台積電啊 飛廣達啊 飛要不要飛中天 飛三立 飛民視 我要登記之後 我們要不讓我的飛 是吧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要判一下吧 青睞的司法 拜託法官不要再恐龍了 我就看這怎麼辦 他現在生壓了嘛 我看他什麼時候出來 你放出來 他再來撞 我就找你法官輸贏 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就很奇怪啊 媽XX病啊 媽X罪犯永遠都有人權 我們這些拼命工作繳稅的 辛苦上班繳稅給政府 他XX我們就要替被害人想 而這名開車 貨車撞健身房的林姓男子呢 他遭到警方逮捕之後 昨天上午是依照了迴損恐嚇 還有殺人未遂等罪嫌移送到台中的地檢署 檢署則認定林姓的行為可能會造成公眾的危害 於是呢 以殺人未遂還有迴損罪向法院申請積壓獲准 台中地院指出 經法官訓問林姓被告後 認為被告涉犯殺人未遂重罪 有相當理由足以任由逃亡之餘 而且被告選擇健身房人潮最多的時刻 駕駛著小戶車從門口直接衝撞 對社會大眾造成的危害非親 任有羈押之必要 引雨羈押 但沒有禁止接見 同樣也是上演飛車戲碼的 還有在新北市的中和 警方在今天凌晨3年左右 在景星街發現一輛可疑的自小客車 想要上前攔查 但是駕駛俱儉而且加速逃逸 一連是闖了好幾個紅燈 最後是在景安捷運站前的路口 與另外一名機車騎士發生碰撞 導致這名騎士 他當場是噴飛腦出血 而且骨折送醫 而警方調查發現這名駕駛王線嫌犯 他原來是一名通緝犯 隨後也在他的車內搜出了毒品等等的物品 就立刻將這名王嫌 以及另一名女乘客逮捕 詳細的案情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西美市中和警方 今天凌晨3點多 在景星街發現一輛可疑的自小客車 雖上前攔查 不料該車聚艦並且加速逃逸 一輪逃逸4公里 連闖數個紅燈 最後與景安捷運站前路口 與另名騎乘機車的29歲書姓男子 發生碰撞 導致書男當場噴飛 又鬧出血骨折現象 後續立即送往雙河醫院治療 而自小客車車頭殘迫不堪 車身也變形凹陷 隨後警方在車內搜出毒品等物 立即將駕駛王嫌 遇乘客送信女嫌代步 詳細案情仍待進一步釐清 好接下來看到阿里山林鐵小火車 昨天上午走點 而經過了主旗車站的時候 一名年約70歲的老翁 他騎乘機車誤闖平礁道 竟然就撞上了平礁道的柵欄 而連人帶車倒臥在軌道 好在司機緊急煞車 才沒有釀成憾事 眼看火車迎面時來 一輛機車竟然闖入平礁道 直接衝向鐵軌 好險司機反應迅速緊急煞車 才避免憾事發生 這驚險的畫面發生在阿里山竹騎車站 13日上午一名年約70歲的老翁 騎乘機車誤闖平礁道 迎面撞上平礁道的柵欄 連人帶車倒臥貼櫃 還好小火車司機緊急煞車 才未發生憾事 警消抵達現場後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當時平礁道的柵欄已經放下 而騎士煞車不及 直接撞上柵欄後當場倒地 鎖清騎士意識清楚 且無明顯外傷 並拒絕送醫 就在您看到高雄小港的沿海二路 在13日晚間8點左右 發生了路面下線的事件 機車道被挖了一條深宮 而且因為防護措施沒有做好 導致有4輛機車是誤闖 而且3輛機車 3個人是有受傷的 機車整個都陷入到了坑洞當中 事後就有民眾在網路上面發文 來提醒其他的騎士 也引發了網友們的討論 高雄小港沿海二路施工現場 在13日出現大溝渠 造成多位民眾因為 擋桿不明顯而誤闖 其中有兩輛車更是 直接掉入到這個溝渠內 另外有一人在發現溝渠後 緊急剎車 結果卻滑倒受傷 其中一位民眾 是在13日晚間8點多 因為這個坑洞摔傷 而機車則是掉落大溝渠當中 據瞭解這次的事件 一共造成至少有4人闖入 3人受傷 有民眾表示 是因為擋感不明顯才會誤闖